今天的股推介是中銀香港2388 港股當下維持弱勢,短期策略維持審慎 當中新經濟股受惠中概股除牌、股值下調等壓力未宜吸納 受惠內地疫情影響的餐飲股短期也適宜觀望 中期投資者可以優先關注盈利增長穩健、派息穩定、業務受監管風險影響的後低南籌股 其中本地銀行股中銀香港2388、匯控等不僅符合以上條件 亦受惠通脹和加息因素 同時由近日股份表現來看,多隻本地銀行股未有跟隨大市向下 反應有資金是趁低吸納的,股份可以留意中銀香港 環球進入加息週期,加息將利好銀行正式差的表現 中銀香港對利率向上的敏感度較高 股價走勢方面在加息預期升溫下 中銀香港自去年10月以來,沿著上升軌向上 並且呈現一浪高於一浪的形態 至今累計升超過兩成 對比恒指期內下跌兩成的表現 中銀香港中線走勢明顯強過大市 中銀香港昨天收報28.3,逆市升了1.6% 建議在十天線大約27.4收集 先以2月高位32.75元做目標 積穿上星期的低位大約26元就要減遲了 rocking promise Gröning 橘 seg 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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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